中国导弹瞄准菲律宾 马克思的姐姐愁白了头 美军中岛选择跑路 日前中国与菲律宾传出一则好消息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与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 在马林亚举行了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会议 从公布的通告来看 这次磋商整体上还是比较友好的 但菲律宾是什么德性 你看表面上是对中国笑脸相迎 背地里暗中算计典型的两面派 再说已经被小马克思背信气过一次 中国绝不会在同一个坑里跌倒两次 因此咱们该开会时开会 但该强硬的时候我们绝不含糊 估计是被中国海警在南海上的执法行动给吓破了胆 现在菲律宾国内的政客一个个反华情绪十分高涨 菲律宾总统的姐姐居然对外宣称 中国的导弹已经瞄准了菲律宾周边的25个目标 他非常担忧中国会发射高超音速导弹对其进行打击 毕竟按照菲律宾目前的军事能力 如果真的发生这一幕 他们根本无力抵挡 然而小马克思姐姐仅凭一张嘴 就口无遮拦地对媒体渲染中国威胁论 她的目的也招然若揭 无非是想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的角色 博取国际社会的同情 对于这份毫无根据的言论 中国外交部的回应质地有声 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 以及防御性的国防政策 从来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咱也不知道小马克思这姐 是从哪听说的小道消息 但不可否认的是 菲律宾现在对中国已经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 这再一次凸显了两国关系的紧张 就算双方有坐在谈判桌上的机会 但由于小马克思不负责任的行为 中非之间的隔阂在短期之内 恐怕是难以消除的 而其中最令中国气愤的 除了小马克思在南海上侵犯中国领土之外 纵容美国将中导系统部署在菲律宾境内 是让国人难以接受的 咱说直白一点 美国这就相当于把中导系统部署在中国的家门口了 对中国而言这是极具威胁性的举动 毕竟谁都无法保证驻扎在菲律宾的美军 会一直牢牢实实的不搞小动作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就在小马克思姐姐表达对中国高超音速导弹担忧的同时 菲律宾国防部第二天就宣布了一则消息 说美国刚部署每几个月的中导系统 即将在9月份撤了 难道美军察觉到了解放军的动向决定 提同跑路了吗 对美国来说 这种临阵脱逃的操作是他们的传统异能了 但菲律宾对美军撤离中导系统的行为 心里肯定是无谓杂陈的 现在中非关系处在剑拔弩张的关键时刻 美军作为小马克思的顶囊柱靠山 竟然拍屁股走人 这让小马克思的脸往哪搁呢 你接下来还怎么和中国竞争啊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